他这个羊蝎子 啪啪啪啪一啪啪 皮革它这个青汤羊蝎子 今天在青岛的福山后这边 找了个很好吃的店 今天带你们过来吃一下 这儿吧 烤锅火锅都有 哦 行行行 它这个地方可以换装 民族服装 哎 熊了 你穿这个颜色不大适合 来吧 大羊蝎子 把那些菜给上来 快快快 动不急了 连这个羊蝎子和韭菜花 全都是烘来遍就这样了 上手了啊 兄弟们 来吧 好吃吗 你看这个羊蝎子 它为什么呢 它敢做那种青汤呢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羊的那种善味 就是来自草原上面的那种感觉 出面来 这时候你看 它像咱们本国这边 杀的这个羊吧 它是它放血了 你像进口的一些羊肉 一些羊蝎子 它们不放血 放血 放血可以做的这些东西吧 口味多多少少的 对一些偏 凶一下 你像这种敢于给你青汤 给你炖羊蝎子的这种店 你注意一下 就用它料吧 比较自信 你做酒吧酱 我觉得占什么要吃 套餐里面的带羊肉 吃这个羊肉 它里面吧 你看它散了吧唧了 很可能是复合的 像它这个总片的吧 一般是 真真正正正的大片肉 以前可能比老北京给 我们吃下羊肉 就得涮芝麻酱 花生酱 但是我跟你说 用这个桂花酱简单呀 勒包兄弟们 又锁上一盘 得去这儿 那边的羊肉羊蝎子吧 你不用夹什么麻酱 那是北京吃法 我们蒙古那边吃法 就夹酒麻酱 就给你夹酒麻酱 又到了喝大绿棒子的时候了 现在天凉了 你再喝大罐 太凉了 来吧兄弟们 吃饭的小猪敬你们啊 这是羊尾巴 这是羊小腿 这是烤的大杂蟹 对 你家啥都敢烤 这老东比啥都敢烤 那羊小腿是吧 烤羊小腿 老东比那边的烤肉吧 它西红什么 就是腌制还有这个 还有蘸料 这个蘸料 是各种的蘸料掺和在里面 铸就了它这个羊棒骨 28 羊棒骨 这个是人的萌香源 传说中的烤羊鱼 这个烤羊鱼吧 所以说是在咱们青岛当地是独一份的 它家主打的就是呼伦贝尔的羊 他这个好像他这个老板吧 是呼伦贝尔蒙古做的 烤羊鱼15块钱一根 便宜 炭烤大炸蟹 炭烤的这辈子第一次吃 炭烤的这辈子是第一次吃 它这大炸蟹特别好吃 特别咸 很发甜 这个甜香 这某香有点著名的大油边 大点料 这家在老东比那边干了七八年 然后在青岛又干 真是有好东西有好料 我跟你说你要是单独吃这个油边 它味道我可能是按 是往这个方向 一旦你你尿上这个蘸料了 你发现 从今又打开一片天 就你们了 好 好 好